尹燕良捲入赵峰案 检调约谈讯后请回 赵峰案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检调三日发动第二波搜索约谈 没想到润泰集团总裁尹燕良 也捲入这起风暴 我还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我是清白的 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尹燕良 砍冤的同时 不忘帮好友蔡友财报区 蔡友财是清白的吗 清白的 相较于营燕良的有问必答 第五度被检调约谈的蔡友财 则脸色铁心 营燕良总裁是相助红白的 没有什么话要说 检调追查发现 赵峰在蔡友财担任董座期间 大局借贷给润泰集团关系企业 而蔡友财在赵峰洗钱案曝光前 又闪退到润泰间接出资的 建基资产担任董事长 检调怀疑蔡友财和营燕良有鬼 三日大规模搜索建基并约谈 营燕良等18人 包括第五度被约谈的蔡友财 营燕良清晨讯后请回 也是我害你们 就没有睡觉 建基董事谢宏元 则被依未造文书罪 20万元交保 至于蔡友财和他的心腹王启邦 仍在讯问中 东新闻 不知道蔡友财会不会被伸压呢 报道